OK,那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我这边主要是来介绍一下游戏和原生的一些结合方式 今天的题目叫做The Experience of Trelly Room Developing and Manager Session-based Game on Kubernetes with OpenCourse Game 那首先我先简短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的工程师 也是OpenCourse项目的Matterner 那我目前的话是从事这样的一个原生游戏的开发工作 致力于推动游戏行业的原生化的这种落地和解决 接下来我的搭档是来自梁屋游戏 等一下他会做一个自己的自我介绍 那开始今天的话题展开之前 那我可能想和大家一起去解析一下这个题目 什么叫Developing and Manager Session-based Game on Kubernetes with OpenCourse Game 就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Developing,对吗? 就是开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从事Kubernetes相关的工作的时候会发现 Kubernetes和打交道的更多的人是什么? 什么角色呢? 可能更多的是运维,对不对? 就可能很多时候公司的运维同学或者基础架构的同学 去和Kubernetes做很多很多的交互 比如说去操作集群啊 去做一些业务的发布,对吗? 但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着重的去把Developing,开发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引入呢? 实际上是因为游戏服的状态 它其实和无状态业务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试想一下 就是我们当假如一个website 一个互联网应用 它去部署在Kubernetes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需要去关注于它的开发的阶段 对吧? 或者说很少去关注它的开发阶段 是因为它可以负载均衡的 就以负载均衡的方式去均衡到不同的Pod上 对吧? 你在这个Pod1,Pod2 其实没有任何的访问区别 但是游戏服务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如果进入到了一个房间里面 一个游戏服务已经hosting了 那好,客户端现在连接这个房间 那假如玩家已经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 它不可以再均衡到另外的Pod里面的 对吧? 它这个房间里面已经记录它的各种状态信息 它的内存状态 对吧? 它的网络连接状态 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状态里去固定的 那OK 那现在会发现游戏服的业务状态 是非常的 就在早期就会involve进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的业务状态需要去被感知 去这个联动 对吗? 那什么时候才能被联动呢? 其实就是在游戏开发的阶段 它就要需要被联动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游戏对局 它现在要结束了 谁去规避它结束还是没有结束 其实是游戏业务 去决定它是不是能够结束的 比如说玩家已经是对局 已经over了 那现在排行榜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业务才能决定 它是可以被缩容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会发现游戏和Kubernetes 之间缺少一个通路 就是将游戏的业务状态去展现在 Kubernetes集群的某一个对象之中 那这个通路是什么呢? 实际上OpenCruise Game去做了这一点 它会将游戏的业务状态 去透到Kubernetes这一层面 以至于说可以将游戏业务的 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被删除 它是不是可以再被分配 这样的一些状态信息 能够很好的记录 然后联动到各个运维流程 各个的自动伸缩系统 各个的匹配系统 去做一系列的操作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把时间交给信号 然后去介绍一下 梁无游戏是如何使用OKG OpenCruise Game去管理他们的游戏服的 大家好 我是梁无游戏的服务器 研发工程师刘信号 也是Cloud Native Game社区的开发者 具备较丰富的从裸 提到云游戏应用的开发经验 所以对云游戏应用的优势比较敏感 目前致力于起注云游戏的优势 来研发弹性高可用 异维护的游戏服务器系统 这是我们公司梁无游戏的几个代表作品 比如《原济骑士》《战虹名人》 这些都获得了App Store 还有GoPlay的推荐 去年上线了《原济骑士前传》 以及即将上线的《喵心猎人》 还有《深渊之影》 这些游戏都深受玩家的喜爱 接着讲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们有一款在延的游戏 是有绘画类联机的场景 首先玩家进入房间击败boss 房间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房间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所以叫绘画类 我们支持个人或者组队进入未满的房间 而不是房间人满后同时进入房间 这样就对一致性有一定的要求 我们是使用Unity来开发联机游戏的服务器 每个服务器的空载内存占用是比较多的 并且在启动的时候 因为加载资源比较多 所以CPU占用也是比较高 这是我们当前资源占用的情况 我们的在线人数是存在高分低谷 这也是所有游戏服务器的特点之一 我们服务器的种类有十余种 对于原生K8S的话 可以理解为一种服务器 就是一个StatefulSet 代表了我们的游戏的不同玩法 或者不同的Boss 未来还会不断增加 基于以上特点 我们有以下的诉求 比如低网络延迟 尽可能的降低成本 平滑更新 也就是在更新过程中 不能影响当前已经在匹配 或者在游戏中的玩家 另外我们要实现服务器的自动化的 生命周期管理及自动化的运维 过去我们已经通过K8S实现了微服务化 能够实现高可用 提供弹性对高分低谷 更有效地利用硬件资源 滚动更新 能够实现敏捷交付 但原生的用于有状态服务器的 StatefulSet工作负载 不适合游戏服务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介入网络的复杂度比较高 且不易实现直连 无法根据服务器内部的业务状态 来决策扩缩容 只能实现按顺序滚动更新跑的 无法实现定向更新 以及平滑更新 接下来我就详细介绍一下 OKG如何实现这些能力 我们为什么选择OKG 首先OKG易于实现服务器的直连 游戏服务器是有状态的 如果使用K8S原生的负载 就需要增加一层转发层 找到对应的Pod进行转发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LB 是通过Yaml部署的形式 然后通常对外只能暴露一个端口 连接不同的服务器的时候 需要连接的是同一个网络地址 公网地址 然后就需要增加一层转发层 来找到玩家他所想要连接的真实的服务器 这样就增加了转发层这一层的网络开销 下面右图是我们使用OKG之后的网络托扑 OKG支持自动的在LB上 丰配多个端口 每一个端口和后端的一个游戏服务的端口 进行一一映射 这样客户端在连接的时候 连接的就是不同的公网地址 无需中间的转发层 这样就减少了这一层的网络开销 另外OKG还提供了不同的网络插件 方便一键接入不同的网络模型 第二点OKG支持透出服务器的状态 K-Bias原生提供的HPA是基于资源占用率进行扩缩容的 不支持根据游戏服务内部的业务状态来进行扩缩容 这样是不能满足游戏服务的需求的 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游戏服中存在极少玩家 CPU内存占用很低 但不代表该POD应该被缩容 缩容会导致玩家的游戏中断 另外我们需要预留足够的游戏服 确保在匹配的时候不会出现无可用服务器的情况 但基于资源占用率的扩缩容 因为它是不能知道游戏服内部的业务状态的 所以无法计算出剩余可用的服务器有多少 OKG可以通过自定义服务质量这个功能 来透出游戏服的状态 比如说游戏服是否已分配玩家 并且可以暴露基于游戏服状态的指标 比如说当前还没有分配玩家的游戏服数量有多少 基于这个游戏服的业务状态 就可以实现扩缩容 平滑更新 以及自动化的游戏服务生命周期管理 接下来我讲几个基于业务状态的运维动作 讲几个事例 首先讲一下OKG的两个重要的CRD GSS也就是GameServer Set 和GSS也就是GameServer是一对多的关系 一个GSS会管理多个GSS的副本 一个GSS和一个POD的意义对应 然后GSS上面会有运维状态的属性 我们就会基于这个运维状态进行一些运维动作 比如说基于业务状态的扩缩容 当前系统中有一个GSS 然后GSS就要管理了一个已分配的GSS 那我们就当前这个扩缩容的目标 是让这个GSS 它的运维状态为空闲的数量要大于等于1 所以我们需要扩容出一个空闲的GSS 来实现这个满足这个扩缩容 其他调写的目标 第二个是基于业务状态的定向操作 比如说我们希望把某一种运维状态的服务器进行清理 就可以指定运维状态来进行清理 而不是像原生的负载一样 只能按顺序的进行清理 第三个是基于业务状态的自动化的生命周期管理 比如某一个GSS 它是已分配玩家的 我们只有在服务器的内部才能知道 当前玩家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个游戏 是不是空闲一段时间可以被释放了 这个也是基于业务状态才可以实现的 以上就是我们使用OKG能实现的原生KBIS 不易实现的能力 接下来讲一下我们整体的系统架构 我们用OKG来负载我们的连机服务器 使用谷歌开源的原原生匹配框架 OpenMatch来实现匹配 另外有一个组件叫Director 它会周期性的触发匹配 触发匹配的时候会把OpenMatch带匹配的玩家持 经过业务编写的匹配函数服务 它的匹配算法来生成匹配 Director组件会根据当前服务器中GSS的状态 还有匹配它所期望的镜像版本 来为匹配分配合适的GSS 并且把GSS的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客户端主要就是两个步骤 一个是创建匹配请求 经过业务网关以及弱联网的服务器 在OpenMatch中创建OpenMatch的匹配的票据 加入这个带匹配的玩家持 然后就经由这个周期性的匹配 等待服务器给它分配地址成功 客户端拿到这个服务器的地址以后 就可以连击进行游戏 使用这套架构的话 就会还会面对一些挑战 首先第一点是资源效能与系统复杂度的权衡 这一点就决定了一个炮的应该承载多少房间数量 第二点是基于状态的游戏服务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 如何实现自动伸缩 平滑更新 优雅清理 这样才能实现游戏的零中断 以及成本的可控 第三点是高效交付与运维 因为我们的系统复杂度比较高 如何实现简单可重拾可回滚的一键式的运维发布流程 就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点 单炮的应该承载多少房间数量 左边是一个炮的负载一个房间的架构 我们一个pod里面是包含连机服容器 还有sidecar容器 实现sidecar容器主要是因为连机服容器主要是开发连机的业务 它因为技术战的原因不方便于open match等匹配系统进行通信 所以我们sidecar是实现一个协议转换的能力 另外我们不希望连机服的业务关注基础设施 所以在sidecar容器里面实现通用的控制面的能力 比如通过KBS的downward API 将外部的运维人员对这个服务器的运维状态的改变 透入到服务器 或者通过自定义服务质量 将服务器内部的运维状态透出到服务器的外部 我们一个容器是容纳一个房间在这个架构里面 这样子就会面对一些问题 首先这个房间它的容量肯定是由业务来决定的 通常就是个位数 那要能承载更多的玩家就需要更多的容器数 也就是更多的Pod数量 每一个Pod它有独立的网络地址IP端口 这样子成本就会比较高 另一方面我们连机服的容器 前面提到它空载的时候内存占用就比较高 然后在启动的时候CPU占用也比较高 这样子如果房间是细利度的话 这个内存的利用率就比较低 另外启动的时候CPU占用高 扩缩容频繁的时候 CPU占用也就会比较高 所以后来我们采用了一个Pod 或者负载多个房间的架构 也就是相比左图 一个连机服的容器中可以有多个房间 同样使用SedCut来实现协议转换 还有通用的控制面的能力 但使用这个架构 还有也会面对一些挑战 就是我们一个Pod会对应OpenMatch中的同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保存的是服务器里的剩余槽位数等信息 是用来在匹配的时候做决策的 但这样子我们一个容器里面包含多个房间的话 每一个房间它的状态变更 都是对同一个结构进行并发修改 就会有一致性的问题 OpenMatch它本身的设计中 是通过串形化来解决匹配的一致性问题 所以我们把房间状态的变更 比如说有玩家加入房间 或者房间被锁定 这些命令通过Redis的MQ进行串形化 有序化之后 配合OpenMatch来串形化 保证系统中 不会有并发的对同一个结构进行修改的情况 来解决一致性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 基于状态的游戏服务的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 前面已经提到 自动化服务器的生命周期管理 需要依赖OKG的自定义服务质量的能力 我们总体的目标是为了避免玩家匹配连机游戏中断 要能够实现零中断 并且要确保服务器不会资源泄漏 西化场景如下 主要是分自动伸缩以及平滑更新两部分 自动伸缩的目标包括 有至少一个玩家的服务器不会被释放 确保任何时间点玩家匹配都有空位 确保服务器的资源不会泄漏 平滑更新的目标包括更新时已在服务器中的玩家游戏不受影响 从下一轮开始玩家匹配到的是新版本的服务器 不会再匹配到旧版本的服务器 各种状态的旧版本服务器都能确保最终能被释放 OKG自定义服务质量是通过在容器中编写自定义服务质量脚本 OKG根据这个脚本的执行结果 来将服务器的运维状态标记在GS以及GS所管理的Pod上面 服务器的地址分配器以及扩缩容器 都要根据这个运维状态来进行决策 比如说当前GS0它是以分配的状态 那服务器的地址分配器就不能把它分配给 还没有分配地址的匹配 GS1它的当前的运维状态是Q OKG就会立刻对它进行缩容 GS2它的运维状态是空闲 那服务器的地址分配器就可以把GS2分配给 还没有分配地址的匹配 当前我们项目中使用了这几种运维状态 首先服务器启动后默认就是空闲的状态 在地址分配器将这个服务器分配给 还没有分配地址的匹配之后 就会将服务器的状态更改为已分配 已分配状态的服务器 在触发那个空闲的清理之后 就会将运维状态修改为Q OKG就会根据这个运维状态来进行缩容 另外运维人员可以通过执行运维命令 主动地去对服务器的运维状态进行修改 比如说可以把服务器的状态修改为Dream 来触发驱逐的流程 会通过主动优雅清理的流程来实现 当前在服务器中的玩家不受影响 最终也会变为Kill这种状态 告诉OKG进行缩容 OKG的自动扩缩容也是基于业务状态的 比如说我们将扩缩容器 它的最小的空闲服务器数设置为2 可以看到当前这个GSS 它管理的GS中只有一个GS2是空闲的状态 那就需要扩容出一个空闲的服务器 来满足这个扩缩容器的目标 至于这个最小的空闲服务器的数量 应该设置多少 总体策略就是扩容的速度 要能支撑匹配的速度 所以我们就总结了以下的公式 另外一个是OKG自动缩容 也是依赖于这个业务状态 比如说我们将GS1标记为这种状态 GSS就会在一定的时间窗内将它进行缩容 比如我们将GSS它的副本数从4修改为3 就会优先缩容GS1 而不是缩容GS2 GS3 很明显GS3当前是有玩家在服务器内的 缩容会导致玩家的中断 我们基于业务状态就不会导致中断 另外我们可以将服务器的运维状态 修改为Kill 告诉OKG立刻进行缩容 那设置这个Kill 也就是缩容的时机就非常重要 否则就会导致可能会出现 一个时间窗 会导致无可用服务器 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对 只会对已分配状态的服务器进行空闲的清理 并且它要距离它变为已分配的状态 这个时间间隔要大于这个扩缩容器的检测时间 加上GS的启动时间 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时间点 玩家都可以有可用的服务器 另外空闲状态的服务器是我们扩缩容器 扩容出来为了支撑匹配速度的 我们不会对它进行缩容 另外我们在清理服务器的时候 要把这个清理的信息要通知到匹配系统 但是通知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窗 在这个时间窗里可能还会有玩家 匹配进入到服务器 那我们就会在通知完匹配系统之后 再启动一个定时器来允许这些玩家 结束这一轮游戏后再进行清理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在清理过程 优雅清理 实现优雅清理过程的终端 这个是参考了TCP锻炼Timeweight状态思想 只是我们会允许这些玩家 结束这一轮游戏 除了这些自动化的服务器的生命周期管理 我们运维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主动的运维动作 比如说更新服务器容器的镜像 这个过程同样要实现平滑更新 我们首先会更新OKG的GSS它的容器镜像 这时候GSS它所管理的GSS副本的容器镜像 也就是当天这些Pod 它的容器镜像是不会改变 也不会重启 这样就可以保证 在游戏中的玩家不受影响 然后我们会通过扩松容器的配置 扩容出新版本的GSS 当新版本的GSS就绪以后 会修改匹配配置来把玩家导入到我们新版本的GSS 最后会恢复扩松容配置到更新前 我们想要调习的那个状态 旧版本的GSS会通过前面说的主动 以及被动的清理流程来进行清理 可以看到这个平滑更新操作涉及到多个系统 无法原子操作 并且还需要注意操作顺序 人工操作的话非常容易出问题 并且我们还有对不同的GSS进行管理 以及筛选批量操作等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提升运维能力 首先使用Argo Workflow 完成刚才所说的平滑更新流程的自动化 并且把每个步骤设计为密等的 这样就可以复用一个流程来进行重拾和回退 另外我们开发了一个运维控制台 来实现条件筛选 还有批量定向操作的能力 正常情况下运维人员触发无损更新之后 就无需人工干预了 异常情况会发送通知 这是我们的开发的运维控制台的一个截图 这个运维控制台是具备OKG OpenMatch 还有开大等服务和组件的资源统计 关联查询 关联查询指的是比如说OKG的资源 JS和OpenMatch的资源 Backfill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通过OKG的一个JS 关联查询到它所关联的OpenMatch里的结构 我们还实现了浏览可视化 筛选定向操作 批量操作这些功能来提升运维能力 目前使用该架构的游戏完成公测 公测期间玩家匹配联机对战全程正常 并且在频繁进行版本发布等运维流程的情况下 没有出现失败的情况 联听机可以保证线上玩家的体验 运维方面我们只需要运维人员输入进向版本 即可无人工干预批量更新 每次更新只需要输入参数后启动无损更新 节约人工操作所需要的时间30分钟以上 并且失败率大幅度减少 以上就是联屋游戏基于OKG 在绘画类联机游戏的生产事件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再交给邱阳 感谢信号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来做一些拓展和总结 实际上OKG是由CNCF的项目叫做OpenCruise下面的垂直领域 在游戏里面的一个探索 它其实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开源而且免费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随便的去试用 而且它是由我们一二线游戏公司共同去创建孵化 共同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第二个就是它是一面向多云边缘和多集群这样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同的云环境下去做不同的这样的适配 那目前来说我们的OKG已经支持了像Alibaba Cloud 然后火山引擎AWS这样的一个Cloud Writer 对 然后所以说的话可以做不同云环境下的一致性交付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其实通过支持这种多云的情况的话 所以云安生的能力是可以无感打通的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种无亲入室的声明方式 将云上的能力像是刚才说的网络 像是刚才星号提到的这种弹性资源供给都可以一件事的介入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星号包括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场景 是绘画类游戏 绘画类游戏就是类似于那种开房间类型的游戏 我们也可以给它介绍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给它游戏行业的大家同学们可能会管它叫做PVP类型的游戏 对吗 那其实除了PVP类型的游戏 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游戏 像是MMORPG 大世界类型的游戏 包括SLG这种策略型的游戏 那这种类型的游戏 它可能是一个长生命周期的一个游戏 就是说开了服之后 那玩家都可以退出进来 退出进来 它没有一个对局的概念 这种游戏的话也是可以通过OKG去支持的 只不过它支持的场景 它使用了OKG的能力和刚才提到的绘画类的游戏是有些区别的 所以我们说OKG是一个全场景游戏类型覆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我们做原生游戏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到游戏行业相对于互联网行业 它的基础设施的迭代速度可能相对会慢一点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希望把原生的一些一致性交付 生命式管理 这样或者弹性伸缩 这些能力去赋予游戏行业 对吗 那其实远远 就是说通过一个KPS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那而且游戏行业的工程师 还需要去额外去掌握一系列原生相关的一些概念 对吗 还有一些语意 但是呢 我们希望做的一点就是将这些概念和语意集成在OKG里面 然后让这样的游戏开发者可以很快的就能上手去使用 所以我们内置了很多最佳实践 内置了很多这种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PVP的最佳实践 PVE的最佳实践 以及不同场景的运远管理的最佳实践 让大家可以通过稍微标准化的方式 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上原生的能力 这是最后一点 然后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可以把游戏类型 大概分成PVE类型和PVP类型 当然有些游戏它是七层的 可能是卡牌类型的休闲类型的游戏 还有些游戏是综合类型的游戏 对吗 它综合类型游戏就是相当于是包含PVE的场景 也不会包含PVP的房间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无论如何 通过OKG的一种或者多种能力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情况 可以能够支持不同场景的语言生化的转型 刚才新浩讲的比较多的是PVE PVP这种Session Based 可以比如说像是弹性伸缩 对吗 还有就是会这个网络的管理 自动去给它分配独立房间的网络连接地址 然后以及匹配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PVE呢 它的需求可能有点不同 比如说OKG会利用原生 就是OpenCross市区核心的一个能力 叫做原地升级 它会把这个Side Car 作为一个承载游戏脚本 或者是配置 这些能够热耕的一些部分 我可以说一个场景 扩展一下 比如说PV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传奇类型的游戏 传奇类型的游戏 它有个特点 就是有屈服的概念 对吧 然后开了服之后呢 大家可以去不断的玩家去连接 然后可能再退出 大家在一个大地图里面去进行交互 那对游戏公司而言 它希望的是能永远不停服 就最好永远不停服 不要出现那种经常要维护 然后玩家要清理断线 然后玩家再重新连接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对玩家的体验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他们游戏经常会有一种热耕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如果在容器化这个领域里面 热耕的话 假如说他自己做一个游戏服务器 通过挂载PVC也好 或者说通过游戏服务器中心化去下发这种热耕文件也好 它总是存在着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他的更新可能没有状态管理 你不知道他的更新是不是成功了的 对吧 而且他没有版本化管理 你没有办法通过容器镜像的方式 给这个热耕的部分去进行tag的标签化 对吧 还有就是说可能你没有办法去以 通过这种负载的方式 一键式的去进行更新策略的下发 你想灰度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很好去做的 所以通过OpenCourse原地升级的能力可以实现有批度的灰量 灰度更新可以实现自由可控的更新可以实现版本化的管理 是属于云原生化的一种UI更新的方式 这是原地升级带来的热更新能力 那其实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PVE游戏有很多种状态管理的诉求 怎么讲呢 就是一批游戏服 一批游戏服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资源规格配置可能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是一和两制的 但是随着玩家的增多或者退出 他可能资源的需求就会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一扶和二扶 二扶的玩家可能就会比较多 但一扶它已经流失了 这个时候游戏公司可能会有两种手段去对 去做一些运维动作 第一种可能就是降配 第二种的话就是和服 那降配的话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对这个资源 进行一个一和两句 可能会调整 差不多0.5核或者1G这样的一个水位 你来去释放一些资源 对吧 或者说甚至就直接把这个游戏服 杀掉 然后把游戏服里面的这个玩家数据呢 去规并到另外一个游戏服 这个过程叫做和服 但不管是降配还是和服 原生的KPS的负载 StevenSight实际上是没办法 很好灵活的支持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StevenSight 他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更新或者是缩容的时候 都是从后 序号的后面在往前锁的 但是通过OKG可以做到 你可以指定任意的一个服务 去进行缩容 去进行Q 去进行杀死 对 就实际上他的 定向管理的能力 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通过OKG的定向管理 去支持批量游戏服的操作和韵维 OK 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可能不能展开对OKG的功能进行一个介绍 然后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使用到的一些场景 也欢迎大家去到社区跟我们一起联动 这张图呢是讲的是我们当前的一些OKG的一些用户 包括莉莉丝 包括鹰角 这是我跟我们OKG当时在二年的时候 共同孵化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公司 那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展开更多的合作 那也希望更多的游戏公司去参与到我们的社区里 然后一起共建我们的游戏社区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些有关的信息 包括Github的一些地址啊 还有文档啊 那还有一个丁丁群的二维码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 那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想展开的就是游戏呢 是OpenCruise社区在垂直指项目的一个探索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状态服务在CAPIS里面 它的兼容性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灵活的 就可能它会有些阻碍 那这也是为什么OpenCruise社区 有Advanced website这样的一个工作负载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希望说 能够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 都能够利用上这种有状态服务 Advanced website它的工作负载的能力 去和垂直行业进行一个更多的结合 如果大家有什么行业上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 OK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与 可以 非常感谢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 因为我们现实中在这种计划化用的时候 经常遇到升级的问题 就是想保持那个比如说那个刚才讲那个平滑升级那一块 就我们现在现实中就是一个deployment 我改了它那个镜像版本号啊 它那所有的parl都都滚动重启 这是一个k8s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机制是吧 我但是这个一滚动重启呢 它就所有的服务就可能 就是假设我能不能保持某一部分 相信不想让重启什么另外一部分呢 然后把那个镜像版本给升级了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种我刚才你们讲这个OKG就是好像有这种平滑的这种升级的这种机制是吧 但里面机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讲的 是不是提到有这种机制 是的 从OKG的角度上是有的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结合业务类型来看一下 假如说这个刚才您说deployment 实际上可能更多像是一种无状态类型的应用对吗 只不过它是通过运维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 希望是保持一部分是一个旧版本 然后去可控的进行更新对吗 那其实这样的话我比较推荐是咱们OpenCourse社区有一个rollout的能力 它可以做到去根据partition去分批的可控的去先更新一部分 然后再去更新另外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支持 对那假如说像是如果您这边是一个游戏的场景的话 可能我觉得就像刚才信号说的那种绘画类游戏里面比较涉及到的 就是通过自定义服务质量把游戏的业务状态透出到这个K8S game server上面 这样的话只要不是waitability的或者是kill的状态 OKG都不会把它缩容和更新 OK明白那我们这个主要是用了K8S底层的还是stiffset那种类型的power是吧 就最底层的用的 底层是这样的我们OpenCourse game的这个一个架构大概是这样 可能今天没有放图啊大概我可以说一下就是OpenCourse game涉及到刚才有两个CRD叫做game server set和game server对吧 那game server set实际上它会调用的是OpenCourse社区里面的一个工作负载叫做advanced server set它和stiffset还是会有些区别的 对它是更加灵活然后可以说是更加稍微高级一点的stiffset 明白了它就是在那个K8S的stiffset上面又又又又又改进了分装的一种那个对对象是吧 对就是具备游戏语意然后它会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明白明白谢谢多谢多谢 好谢谢那刚刚提到说那么这个OpenCourse game是要跟OpenCourse就是要一起使用安装一起使用是吧 对是的是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对游戏行业不是很了解所以我问的问题可能会有点那啥 那就是刚才说的说会有一个基于业务的一个弹性扩缩车吗 那这个扩缩车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是一个什么你刚才定义的说是一个game server 是吧 那这game server在集群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是个pod还是什么什么资源吗做扩缩车的话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信号有提到咱们这样的一个左边这个图就里面这个game server 其实其实它对应的就是一个pod然后pod是可以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抽象对吧 kpys基础设施的一个抽象那game server可以理解为pod上业务层面的一个抽象 就是游戏服务业务的一个抽象那ok刚才说的信号里面有一些ppt讲的是就是当个pod 也就是当个game server它可以承载多少个房间 这实际上是可以由游戏公司自行去选择的也可以是一个pod一个房间也可以是一个pod多个房间 对只不过它的管理力度会有一些区别有一些权衡的所在对 那刚才说的game server跟这张图上面的pod这pod里面是一个game server对应这个pod 对的那我理解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新的一个房间那我不是一个新的pod出来了里面有这个房间嘛对不对 对那我这个人家大家还在玩的话那这个房间不是还在吗 他走的话不就把房间消灭掉那为什么需要这个自动扩送的一个机制呢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理解这个层面把这个架构可能再简化一下 咱们先不考虑说一个pod里面有多个房间 咱们就讲一个pod可能就一个房间这种情况那ok假如说一个对局已经结束了一个对局结束了 这个里面就没有玩家了而且他不会再被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缩容去来来去提高这种资源的利用率 对所以的话但是但是什么时候能给它缩容呢 这个业务只有业务才能知道k8s是不知道的 对吧假如说现在有玩家还是没有玩家k8s是不知道的 只有业务才能告诉k8s他是不是已经能够被缩容了 所以他要把这个业务的状态投出来告诉k8sok才能缩容 所以okg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把业务状态投到k8s的game server那个CRD上 对然后联动这个伸缩的系统只缩那些可以被缩容的 明白了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这个名字带了带了game这个东西 我感觉这个在有状态的这个对象的管理上面的场景更大 能用的场景非常大不只是用在游戏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厂家那个比如说会议 开会的那个会议系统也是一个有状态的 对也是人入会啊下会啊这种东西 他也当然有故障的时候你需要保持这个会议仍然不中断 对跟这game的场景非常相似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不应该局限于这个game这个场景 你们应该扩展一下这个业务场景 哎呃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实际上我们的 advanced website它具备的核心能力已经可以支持 刚才您说的那种情况了 只不过呢就是它不具备场景语意啊 对所以的话就是可能再会在这个advanced website之上 再去增加一个自定义的operator 可能就会解决刚才您说的问题 嗯对但只不过呢呃这个后面我们的社区也可能会有些投入 假如说 比如说会议或者直播这种场景 是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有 对我们也接触到有一些客户有这方面的诉求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在社区里增加一个子项目叫做open cruise meeting 对类似的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对啊谢谢谢谢 好那呃大家还有问题吗 那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然后期待线下或者线上跟大家共同交流 嗯 Bien ın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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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